自斗香兰丧事办妥后 姚素鸾便急急回了皇宫 只是等了几日 都未见叶红义踏足华清宫 娘娘 您这不吃不喝的 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多少也吃些吧 采银小心翼翼 将参舟递到姚素鸾面前 却被姚素鸾猛地掀翻在地 哼 饿死他才好 什么龙虫 根本是姚墨西那个孽种 你怎么会在本宫肚子里 滚出来 快滚出来 姚素鸾怒急 双手拼命敲向小腹 哎呀 娘娘 您这是做什么 这样容易小产 您得顾及自己的身体啊 采银顾不得收拾地上的狼狈 急忙拦下姚素鸾 你说什么 姚素鸾忽然指了动作 眸光优励 看向采银 奴婢 奴婢说 小心身子 您这样容易小产 采银怯怯重复道 小产 还真是个好主意 替本宫梳妆 本宫要见皇上 姚素鸾眼底骤亮 唇角勾起一抹冷冽的胡动 御书房内 叶红义将最后一道折子劈完 割下朱笔 轻疏口气 继而慵懒地 倚在龙椅上 南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 姚末婉那张不经尘世 超凡脱俗的容颜 若不是权衡朝中重臣 他又何必实时地 林姓四大嫔妃 没人知道 他有多么依赖 姚末婉的身子 每每与其他妃嫔 鸾奉交警之时 他都会有意无意地 将身下的女人 当作姚末婉 皇上 皇贵妃在外求见 安丙山的声音 打断了叶红义的沉思 徐安 叶红义脸了眼底 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温情 正色开口 片刻功夫 姚素鸾已然踩着细碎的步子 来到了龙岸前 臣妾叩见皇上 姚素鸾交底起唇 曼妙的身子 摆出最诱惑的姿势 弯了下去 起来吧 有事 姚末婉在时 叶红义觉得 姚素鸾哪里都比他好 温柔 贤惠 贴心 而且恪守复道 不会像姚末婉那样 聘机私沉 可自姚末婉死后 尤其是姚末婉的出现之后 叶红义忽然觉得 这个女人和其他妃嫔 也没什么不同 如果说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她知道的太多了 回皇上 臣妾是来请罪的 那一日在相府 臣妾因丧母之痛 所以对姚妃的态度过激了些 还请皇上念在臣妾刚施了母亲 莫要怪罪 姚素鸾垂眸啜起 悲戚起求 事情已经过去了 朕不会追究 叶红义面色无波 诞生道 除了这件事 臣妾是为皇上分忧来的 姚素鸾收起眼中的悲戚 抬眸看向叶红义 眼底金光闪烁 头 叶红义闻声威震 挑眉看向姚素鸾 臣妾记得 皇上提过左将军 桓衡手握大储一半兵权 且有蠢蠢欲动之事 奈何桓衡做事一向谨慎 皇上一时还没有拿他的办法 姚素鸾英纯清敏 低声开口 没错 爱妃可有好的坚衣 深幽的眸子越发沉宁 叶红义缓身绕过龙岸 浅步走到姚素鸾身侧 极尽温柔地将其扶坐到一侧的紫檀木椅上 臣妾愚顿倒也想出一个法子 如果臣妃犯了大错 子再复长 为保臣妃一命 左将军该不会另吸手中的兵权才是 姚素鸾精明的眸子 朔朔放光 这可不容易 朕实在想不出陈妃能犯什么大错 以至于朕有足够的理由拿他说事 叶红义疑惑地看向姚素鸾 后宫最大 莫过龙翼 姚素鸾咬着字 清晰开口 素鸾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怎么舍得 这是你与朕的孩子 叶红义陡然一震 玄机肃然看向姚素鸾 臣妾惶恐 臣妾又怎舍得自己的亲身骨肉 这可是臣妾的头一胎啊 可除了这个办法 臣妾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 朕与臣妾会再有孩子 可若环衡一旦有什么动作 大楚江山岌岌可危 臣妾只想为皇上 为大楚做些事 还求皇上成全 姚素鸾陡然下跪 泪眼泼梭 心底却划过一抹阴冷 彼时自己怀孕 还不如一只猫来的 让皇上欢喜 如今倒心疼起来 这未免也太假了 有些事彼此心照不宣 可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 爱妃快起来 苏兰 朕从未想过你会如此大意 只是这件事委屈你了 你放心 这件事之后 朕会补偿你的 叶红义腾息地将摇苏兰子地上扶紧 冷漠无温的眸子荡起了柔笑 臣妾只想为皇上尽奋力 并未想过封上 姚素鸾娇羞已在叶红义怀里 感受着片刻的温情 脑海里已然浮现出 自己身处凤位上的风光无限 他相信 如果这一次能帮皇上铲除还恒 他必为后 闲散在御花园的姚莫丸 抱着须子走到较为隐蔽的地方 见四下无人 便试着唤出风雨雷电 如阴雪一般 姚莫丸只喊了一声 四人便如天降般 站在自己面前 毕恭毕敬 本宫既是你们的主人 那本宫的话 你们可听 姚莫丸正色看向死人 神色肃穆 请主人安慕 四人异口同声 本宫命你们四人 即刻赶往莽园 寻得奔雷之后 助他最大限度的 连击钱财 秘密扩大暗部 嘱咐奔雷 行事务必小心 不可露出马脚 尤其不要给蜀太子 楚墨北抓到把柄 此人难缠得很 回想彼时与楚墨北打交道 姚莫丸忽然觉得头疼 这人的气度之从容 心机之深沉 手段之奇特 已然列在 他最不想打交道的 榜单之手 是 风雨雷电得令 修修修地离开 待四人淡出自己的视线 姚莫丸随后 换出音血 姚素兰那边 有什么动静 自姚素兰 从丞相府回来 姚莫丸便将音血 派出去暗中监视 有句话说得好 狗急跳墙 姚素兰现在 便是这种状态 回住人 姚素兰想以自己腹中的龙肿 诬陷还财儿 音血简洁回禀 真悲哀 也罢 他那样的人 根本不配做母亲 知道用什么手段吗 姚莫碗面色沉宁 眼底闪过一抹幽光 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词语 形容姚素兰这愚蠢的行径 彼时自己便是锋芒太盛 才会为叶红义所不容 他分明知道叶红义容不下精明的女子 先生事事强在前头 如果他能安分守己 不忘图后卫 或许还会活得长久些 赞红花 音血坚定开口 哼 愚蠢的招数 姚莫碗冷笑一声 旋即抬眸 看向眼前的碧水湖 风从湖上来 带着一丝潮气吹拂过来 碧喜色的湖水 荡起淋漓波光 耀人眼目 环彩儿出现在华清宫的时间 远比姚素兰想象的要早 当看到紫双手中的乌鸡人参汤时 姚素兰心底闪过一抹悲哀 自己舍弃这个孩子 是因为姚莫心 可皇上这么迫不及待地舍弃他 又说明了什么呢 这是哪阵风把彩儿妹妹 吹到本宫这里了 姚素兰脸了眼底的思绪 摇曳着走向环彩儿 本宫素兰不会矫情 也不会说什么谄媚奉承的话 如果不是皇上昨晚叮嘱本宫 来瞧瞧皇贵妃 本宫这辈子都不会踏进你这华清宫 本宫可没忘是谁指使那个白痴 将本宫推进碧水湖的 环彩儿冷眼瞧着主动迎上来的姚素兰 声音冰冷如锥 距人与千里之外 身侧 紫双亦是面无表情地 将手中的石盒搁在桌上 环彩儿回到环彩儿身后 陈飞 我家主子到底是皇贵妃 高宁一品 这里又是华清宫 还请陈飞注意身份 身后 采盈一脸愤慨地看向环彩儿 哼 你算什么东西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环彩儿鄙夷看向采盈 愤愤然道 姚素兰唇角勾笑 转身拦下欲反驳的采盈 轻一连步走到桌边 随手端起石盒里的参汤 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 之后将此碗递给采盈 如今本宫输了陈飞这份心意 既然陈飞这么勉强 本宫也不必多留了 姚素兰扬眸看向环彩儿 淡然开口 他素来知道 环彩儿跋扈得很 索性也不与他计较 哼 算你识相 子双 我们走 对于姚素兰逆来顺受的态度 环彩儿虽有些诧异 却也未想深究 哼 拿进华金宫的东西 本宫是不会要的 眼见着紫双欲收回此碗和石盒 环彩儿冷吃一声 紫双自然明白主子的意思 当即放下手中石盒 转身随着环彩儿离开 娘娘 这环彩儿也太霸道了 您何必忍他 反正 反正来日方长 待他被打入冷宫的时候 本宫有的是时间折腾他 届时 本宫会让他知道 这后宫 谁才是主子 姚莫婉美眸微眯 转身前 扑绝小腹 胀痛难忍 娘娘 是不是 奴婉扶您回房 见瑶素鸾柳眉紧促 面容纠结 采嬴新枝 是藏红花起了作用 历时扶瑶素鸾回了内室 玉花园的白玉石桥上 环彩儿漫不经心地踏着步子 毛子若有四无地欣赏着园中美景 娘娘 奴婉总觉得黄贵妃今天的态度怪怪的 紫双自离开华清宫 心里便一直忐忑不安 说的也是 本宫那么骂他 他竟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 该不是怕了本宫了 环彩儿虽跋扈惯了 却也不是胸无大脑之人 姚素鸾的态度的确反常 那么隐忍 害得他准备了好些话都没派上用场 要是怕了娘娘还好 奴婢就怕他会背地里阴损娘娘 须知您得罪君子 莫得罪小人 那姚素鸾就是个小面虎 彻头彻尾的小人 紫双中肯评价 就在环彩儿欲开口之际 忽然看到桥下柳林里 姚莫婉与听月正在里面散步 哼 真是冤家路窄 紫双 随本宫去好好教训那个白痴 环彩儿谋下声寒 旋即大步朝柳林方向而去 柳林内绿音聪裕 春意盎然 万条垂柳如丝涛般 在风中摇曳 姚莫婉轻摇着手中的柳枝 一双大眼睛沉浸如水 听月 你说二姐宫里那包红色粉末是什么呀 好吃吗 姚莫婉 明明小嘴 一派天真 千万吃不得 那东西有毒的 听月刻意放大音量 惊呼道 胡说 要是有毒 二姐何必放在床底下的暗格里 定是好吃的 二姐不舍得给婉儿吃才会藏起来 姚莫婉注意到环彩儿陡然停滞的脚步 继续犯傻卖乖 那叫藏红花 吃了就不能再生孩子了 就算怀了孩子的 吃了它也会导致小产 娘娘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您千万不能吃 知道吗 听月表情极度夸张 且将藏红花三个字 咬得极重 那二姐为什么要留着那个东西 我去告诉二姐 姚莫婉一副恍然模样 哎 娘娘别去 要是让皇贵妃知道 你看过她床底下的暗格 定饶不了你 这件事千万不能说 对谁都不能说 听月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道 哦 知道了 听月 我们去那边凉亭 看看那个坏女人还在不 如果在的话 我们再帮二姐推她下水 反正皇上也不会说婉儿 姚莫婉俏皮地眨着眼 转身轻盈地跑向凉亭 哎 娘娘 您别跑那么快 小心摔着了 听月急匆匆自后面跟了上去 柳林暗处 环彩儿柳眉拧成川子 幽冷的眸如腹冰霜 娘娘 如果那个白痴刚刚说的话是真的 农必不明白 姚素鸾为什么要准备赞红花 线下宫中只有她一人怀孕呀 紫霜百般思绪 却未果 莫不是 紫霜 你说她会不会自己服下赞红花 之后诬陷本宫 环彩儿眼底闪烁出明暗莫变的光芒 慌乱看向紫霜 虎独不食子 况且皇上膝下无子 她这一胎若生下男婴 皇后之位唾手可得 她何至为了跟娘娘赌气 放弃自己的锦绣前程 这说不通啊 紫霜不以为然 嗯 倒也是 说不定是她早早准备的 看来以前妃嫔中常有流产之事 定和她脱不了关系 环彩儿轻输了口气 郑玉转身离开之时 忽然看到华清宫的小宫女 带着郑玉衣从桥上经过 神色匆匆 那不是华清宫的宫女吗 该不会是姚素兰真出事了吧 紫霜愕然看向郑玉衣的方向 心底陡然升起一股不安 紫霜话音未落 便见一队玉林军自华进攻方向跑了过来 姚素兰真够狠毒 紫霜 你快躲起来 之后 想办法出宫 将刚刚姚莫婉说的话 全数告诉父亲 快去 桓彩儿已然意识到事态的紧迫性 立声吩咐紫霜 紫霜不敢怠慢 顿时躲在一侧的矮树丛内 下一秒 那队玉林军已然将桓彩儿团团围住